Enter 那我們再切換 切換到其他的 比如說這個視覺形式 這個 我們用那個概念的視覺形式 那擠出來的話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那在這裡 主要是因為這個線段本身 就已經是聚合線了 那如果說你現在 要不要把它改成滅譽 或者其實都沒有關係 在那個擠出 因為擠出如果已經是聚合線 就不用去理會 那會有差別的 就是第三個圖 四支三十六頁的上面有沒有 第一個圖是六邊形 那第三個這個有線與聚合線的 建立圖形這邊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 這個圖形就會有問題 比如說我們一樣切換到那個上式圖 然後再來畫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畫這個圖形 這個圖形的話 比如說我這封線 大概先畫一個 這有點像那個 像這邊過來 距離我大概抓一下好了 大概就可以 你畫一個 大概的一個圖形就可以 那往上斜邊 斜邊的話用極坐標 那角度的話 你這邊大概給它一個 四十五度OK好了 四十五度 大概給它一個 抓過來這樣子 那把它做一個結束 那把它做一個結束 寶貝斯給它大概畫一個 因為這個地方沒有一個尺寸 那接下來如果說呢 我們要擠出的時候 把它切換到東南燈角 好 比如說我要把它擠出的話 像這個圖形 擠出你會發現 要選取擠出的物件 選它 選它就按空白鍵 那擠出的高度 大概給它一百好了 Enter 它擠出的話你會發現 擠出的結果會變成怎麼樣 它是會變成一個線段的擠出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擠出的是怎麼樣 擠出的是像這個四肢三十六度的下面 有沒有 擠出的話現在是線段對不對 如果我要擠出像下面這個圖形的話 我們先把它怎樣 按砍做自己復原 因為你會發現 為什麼是線段 因為它們之間現在是怎麼樣 線段 那剛剛的話呢 它是一個什麼 聚合線 也就是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個面 擠出來的話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請你把它變成聚合線 第二個方法 請你把它變成面譽 兩個都可以 試試看 BO 還記得這個指令吧 BOEnter 然後呢 我先把它改成什麼 聚合線 這兩個都可以 有沒有一個聚合線 一個面譽 那我先用聚合線按點選點 點這裡面對不對 點一下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把這些線段 全部都加在一起 變成一個什麼 聚合線 按一個Enter Enter之後我們游標移過去 現在是不是聚合線 再一次 BOEnter 點選點 點了之後有沒有 按一個Enter 應該建立一個聚合線 現在是聚合線了 好聚合線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試試看 如果用什麼呢 剛剛 剛才是聚合線吧